小年回家是最好的新年礼物 今年的湖南卫视春节莲花晚会的一大亮点 也是老朋友们的回归与团聚 当年从湖南卫视舞台上走出去的新人歌手李雨春 如今已是出道13年的华语乐坛中间力量 时隔6年没有回家的春春 这次过小年就带着歌曲秀《口音》回来了 这几年的李雨春除了唱歌出演了数部电影作品 并凭借自己独特的气质成功步入时尚界 成绩斐然的李雨春更是从当初的选手 晋升为各大选拔节目的导师 给后辈以支持和指导 为了迎接回家的李雨春 老音组特意为他设计了酷炫的装置秀 虽然这次没有竞歌热舞 但歌词中你默默陪伴的温暖是我的心安 也是李雨春对湖南卫视对歌迷最想说的话 欢迎春春回家 那么同样是家人的